有人说股市当有人赚钱代表有人输钱 其实这个理论的出处和真实度有多高呢? 等我下次再和你们讨论一下 不过输钱的人很自然就会想知道 谁在市场上轻风作浪,谁在赚大钱呢? 过去几个月来说,市场上的卖盘数量非常惊人 每次低位出现的同时都有惊人的买盘数量 大力反弹,就像上星期五一样 而大量的买盘买入 当中的买家当然包括我这些零售投资者 进行Buy the Deep的动作 但除了我们,大家角域买出的股票 其实还有谁在大量的购买? 而这些买家的购买会不会让我们变成下一次被购买的原因呢? 会不会我们作为投资者,有一些很重要的陷阱 在这些买家进行大量买盘之后 我们应该要注意和小心呢? 今天我就会和你详细分享下哪些买家在背后了 开始之前,记得点赞和订阅 另外,如果你想支持RainXia这个平台,可以点击在下方的开户链接 当中有免手续费的美股交易平台 亦有一些送美股的有位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 这段影片是我自己做的资料搜集 再分享给大家看一看的资料 这不是买入和卖出的建议 投资有风险 记得在投资之前自己做功课 2022年是17年以来公司回购自己股票最高的一年 当公司向股东以当时的市价重新吸纳之前分配比市场的股权 这个动作我们就叫股票回购了 当然,当公司进行股票回购的时候 现有的股东可以选择卖或不卖股票 只要有人肯卖的话 公司就会在特定的时间跟他们买股票 再简单一点 今天我拿了虾片做一个例子 虾片代表公司已发行的总股数 当时发行这些总股数之后 在IPO的时候 他就将部分的虾片 以一个IPO 这个斌股发行的形式 在市场上发售 当时有一部分股东买入股票 而这些虾片在市场上 亦可以让其他人自由进行二手市场买卖 公司的回购 意思是他想将外面这些 在市场已经发售的虾片买回来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这个虾片好吃 但他不想卖 有些人觉得这个虾片不好吃 他就想卖给公司 公司就会将部分的虾片 以当时的价值 以当时的市价 将部分买回去 这个就是回购 而根据高分石高盛的数据来说 今年美国上市公司已经批准了 一个创纪录的319B的股票回购 这个只是第一季的数字 你可以看到 股票回购的总额是自2005年以来最高 越来越多公司趁股价低迷的情况下 加快地买回自己的股票 相比2021年的同期 当时只有267B的股票回购 2022年 Amazon宣布了自2016年以来 第一次回购计划 Alphabet 亦准备一项新的70B的股票回购计划 而苹果公司亦预备了90B的股票回购计划 这些美国的科技巨头 以Famstack来说 只是我刚才提过的第一季度的319B 只是Apple、Amazon、Alphabet、Microsoft和Meta 他们自己这几家公司的回购 已经价值超过60B 比起上年同期的41B 大升46% Tesla的第三大个人持股的股东 早前他也公开要求Tesla 进行15B的股票回购计划 他认为Tesla的自由现金流 现在有一个极高的水平 绝对有能力用15B支付回购股票计划 不单止已成长的公司进行股票回购计划 就连成长中发展中的公司 亦进行股票回购计划 例如美国的外卖平台公司 Dordash批准了400M的股票回购计划 这些成长型发展中的公司 进行回购计划 我可以说这不是一个尋常的信号 我一会再说一说这方面的看法 Goeman Z在上个月的一份报告 他估计S&P500当中的成份股 中的公司 他说现在2022年 最终他们估计会花费高达1Tillion美金 去买自己的股票 一个Tillion有多大呢? 一个Tillion就是Google公司的总市值 所以金额非常大 Fam公司趁着股市造叉 奔盘时买入自己公司的股票 对某些人来说 可能不太合理 当然很多人都会这样想 既然市场不太好 为什么现在还要买入呢? 这是非常自然 大众对熊时恐惧出的反应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想 不如等一等 又不知跌到什么时候 为什么这么急便去闹底呢? 但如果你是一个有经验的投资者 你用投资的心态 去看整个回购的计划 你就自然会明白 为什么投资者和公司 都可以通过这个回购计划 得到不同的利益 当然还有坏处 我一会逐一和你们看看 好处有多重 第一是理论上 公司的管理层 可以利用股票回购提高股价 为什么我要特别加上这个理论上? 因为这里不是完全正确 稍后我会和你们再分析 投资者也会面对一些所谓的回购陷阱 通过这个股票回购 公司可以通过减少在市场上流通的股票数量 来提高自己的股价 例如公司在市场上有签股的股票 可以给市场公开交易 每股价值20元 当公司回购自己公司某部分的股票的时候 可以给市场购买的股票就会减少 突然之间 正如给公众可以购买的股票 所以市场供应的股票减少 可以提升了投资者对股票的需求 第二就是公司作为买家 通常会对公司的未来有信心 认为这个股票现时的价值被低估时 才会做回购股票的动作 所以投资者会视这个回购 是作为管理层对公司信心的表现 都很容易理解 因为一间公司又怎会明知 这个资产的价值会贬值 仍然去买呢? 第三 这是将资本反还给股东的一种方法 其实公司反还资本给投资者的做法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回购股票 第二个就是派发股息 回购这个动作就是公司将现金 即所谓的资本 反还给想要推出投资的股东 其实对公司来说 回购股票比起派息派dividend 在财务上对公司的角度 他们会更加灵活 可以运用到自己的钱 因为一开始派息之后 一般公司不会停止 或持续真派 或者持续维持一个很长时间的派息周期 第四就是税收的问题 对投资者来说 在美国如果公司派发股息的话 投资者会将被收取30%的股息税 但如果你的股票价值是上升 而上升的部分是不会被收取任何税项 即是capital gain tax 你作为一个海外的投资者 是不需要支付资本利得税的 而你留下不出售这些股票的时候 这些股票也会在将来有更高的股票价值 对他们作为投资者来说 也不需要额外缴付任何税款 所以对投资者来说 回购在税率上是比较有益处的 对投资者来说 股票回购的计划对我们来说有什么陷阱呢? 刚才说过 股票回购不等于股价是回升 理论上是回升 但事实不是这样 根据Halbert的Business Review的研究指出 公司通常是认为股票被错误定价 即是mispricing的时候 才会作出回购的动作 但如果公司单纯以 想为了托高自己公司的股价 再去做股票回购的计划的话 这一般来说不是正常公司的想法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根据研究报告指出 回购的动作其实对股价产生的实际影响是有限的 在这里他就说 只有当公司的股价被低估50%或更多时 这个回购计划才会有显著的成效 以后显著的成效是指提振股价 而你见到为何一宣布股票回购计划 之后有些股票会上升的话 对我来说 这些摩托是按一个市场的心理和情绪 所推动的短暂可以吹谷到股票上升的因素 短暂时来说是大于股价的真实价值 其实说到底股票回购最大的好处就是 因为在外流通的股数减少了 所以可以提高每股盈余 就是EPS这个数字 好 买完这些股票即是虾片 它们的下场是会怎样呢 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公司刚刚回购的虾片 它要把它去除 即是将这个股票永久在市场上 它的流通消失了 就像我那样吃了它 吃了之后 这个虾片就不会再出现了 第二个虾片的下场 就是它将部分刚刚买回来的虾片 放入它的库存里面 这个库存 库存即是收在桌底 就是这里 对不对 当等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觉得现在市场上 在市场上卖的虾片的市价非常好的时候 公司就会在它的仓底 拿回虾片 重新放入市场 再放手 这些减少了的在外流通股数 也会对公司的回计数据 和它的财务指标 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例如EPS每股盈余 它的计算方法 就是将公司的淨利润 除以它的流通股数 所以刚才我说的 流通的虾片 数量多或少 其实是可以直接影响了 EPS的数值 减少在外流通股票数量 减少了虾片 公司就会有更高的每股盈余 也会令到有种错觉 投资者看上去 公司的表现很好 另外一个数值就是 PE Ratio 市盈率 市盈率的计法是通过 比较公司的股价 和每股盈余 EPS 去计算得来的 刚才说了 既然每股盈余的EPS 受到在外流通的虾片 股票的数量影响 这个PE Ratio 它的股值也会变得不准确 因为当股票数量减少 即流通的虾片减少 他们的PE Ratio 通常表现会更好 所以这些会计和财务指标 因为回购之后 变成做好更英俊 其实只不过是给投资者一个错觉 所以如果单纯以回购 增加每股盈余为目标 其实这个动作是不可以为公司创造价值的 所以投资者如果看到股票有回购的动作 他应该要自行调整他对这个股票的估值 而在他自己估值的模型上 要反映减少了 用来回购股票所用到的现金 或者在外流通的股票的真实数字 如果你是知道股值是怎样计算的话 你一定会知道现金流和在外流通的股数 是可以影响到公司的Fair Value 这个数值其实是可以在股值模型里调整 而我在这个股值的课程里 也都教了这些数值是要有调整的空间 投资者如果知道股票Buy Back出现的时候 应该自行再调整股值模型里的数值 如果你有兴趣想学多些股值这方面的原理 可以按下下面的连结了解一下 简单来说 如果增加每股盈余是回购的唯一理由 这个动作是不会增加股票的真实价值 所以也有些投资者是不赞同股票回购的 他们认为这个不是为股东创造价值 因为这个动作可能只是可以短期内推高股价 但因为公司用了一笔钱去回购股票的时候 就有机会牺牲了企业的长期增长 投资者会担心一些公司将企业资金从资本支出拿出来 或者减除了研发或是在薪金里抽出来 用来回购股票 但这些资金没有用来增加公司的生产力 或者增加一些具创新性的产品 这一点也回应了 为什么刚才我说的 Doordash这些未有利用的公司 如果它将资金用于Share Buy Back回购的话 而不是R&D或改善业务的支出 其实这是一个不尋常的讯号 当他们选择把资金放在回购上 同时失去利用这笔资金 扩大在外卖市场的市场的机会 所以也会令到他们的增长潜力在未来变得更有限 以一样在长远来说 未必是有利公司的发展 另一方面 你也要留意公司管理层在进行股票回购的时候 它的目的是什么 而他们回购这些公司的股票之后 这些股票的去向是怎样 其实很多上市公司都会用以股代替报酬 或者花红的形式 向这些公司的管理层发放所谓的资金 也是很多人说的以股代替报酬 这个动作其实是什么 就是公司在另外一个地方再生产多一些虾片 而这些虾片不是在之前的公司的总法学的股票 也不是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股票 也不是在库存里的虾片 所以简单来说 虾片的总数其实是多了 如果公司真的用一个新发行股票的形式 去支付管理层的奖金的话 就是说 其实每一包虾片的真正价值是没有变化 但是股票虾片虾片的数量是多了 简单来说 除开的话 就是说每一块虾片的价值就低了 就是我们所说的Dilution 气息 所以市场上这些股票虾片的价值就低了 其实这个Dilution 其实是影响到现有股东 他们持有的那些回股股票的价值 而公司的管理层 他就会用一个动作就是所谓的回购 他说就好听的回购 就将这些多余了的虾片回购回去 把这些东西放进去 把这些东西放进去 然后掩饰回来 其实他多了发行的股票 其实是影响着现有股东回股的价值 另一个情况就是 公司管理层有机会会 漠视股东的利益 而进行股票回购的计划 例如管理层拥有股票作为花红的一种 例如我刚才所说的虾片 虾片可能是option 其权 亦因为回购可以影响到股价 所以他们会有机会利用回购 暂时提高股价 然后确保他们卖出这个option 他们有一个更高的价钱去买出 确保他们赚更多的钱 听上去就好像share buyback的回购 当中都埋下了很多不同的陷阱 其实就不是全部一面倒的不好 因为事实上在短期内 是真的可以提振到公司股票的股价 而对公司来说 如果公司回购的股票是很适时的 其实他们可以在里面得到一些好处 例如提高公司的资本 怎样提高这个资本 因为有些公司可以通过利用借钱的形式 或者杠杆的形式 而不用自己的现金流去买 去buyback股票 最常用的就是债务 而这些债务上的利息其实是可以扣税的 整个的流程 其实是可以间接地降低公司的平均资本成本 有些公司甚至可以借到很便宜的钱 以极低的利率 然后直接将全北的债务去买在市场上 应该要回购的股票的数量 这样的动作对公司的资本结构来说是好的 所以长远来说对公司的股票的 公司回购这些股票的现金的出处在哪里 它是由自己的现金流里面出 还是它借钱利用债务的钱去回购这些股票呢 另外也要了解回购之后 这些股票的虾片 它会放在哪里呢 有什么用途呢 你都留言告诉我 你自己手上有没有一些股票 他们的公司近期都进行了回购的计划 或者已经宣布他们会做回购呢 你自己有怎样看回购的动作 对你自己手上股票的影响呢 如果你喜欢这段影片 记得点赞,留言,分享和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